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拥有平台赋予的踢人权利 微信群踢人属于什么行为 成员被踢出群可否起诉管理员 被踢之后感到伤自尊能要赔偿吗 北京四中院指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群组管理行为 特别是小区业主群物业群踢人 引起的争议维权颇多 一些被踢者因此将踢人者告上法庭 案情显示 燕某 郑某是某小区 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 同时也是该小区业主微信群的 群主和管理员 某日晚间 小区业主徐某 怀疑业委会不依法办事 便在业主微信群中留言 要求公事业委会成员名单 寻聊过程中 徐某逐渐与多位业主 发生争执 并在群里开始激情发言 使用愚蠢 漏没有人格阴沟里 放臭气回头清算等 侮辱人格和威胁性言论攻击他人 管理员郑某认为 业主徐某的言论违反了群规和群公告 于是将徐某移出了群聊 被移出群聊后 徐某就此事向群主燕某投诉 并要求重新入群 燕某拒绝并将其拉黑 徐某不服 认为管理员郑某将其踢出群聊 群主燕某拒绝其重新加入的行为 侵犯了自己身为小区业主的身份权 使其在其他业主面前蒙羞 贬损了其人格 于是 徐某将燕某 郑某告到法院 要求法院判决 恢复其群成员身份 燕某 郑某 还应向其赔礼道歉 并分别支付自己精神损失费 一元钱 两元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 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首先 本案中 管理员郑某将其认为 发言不当的徐某移出群聊 是互联网群组内 谁建群 谁负责 谁管理谁负责 自制规则的运用 该行为应属于一种 社会交往情义行为 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 其次 燕某 郑某 在群内未发表对徐某侮辱 诽谤的内容 且未有证据证明 群内其他成员的言论 受燕某 郑某指示 因此 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综上 徐某被移出群组的行为 不构成可以提起 侵权民事诉讼的法定事由 不属于人民法院 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最终 一审法院 裁定驳回了徐某的起诉 徐某不服 提起上诉 北京四中院二审认为 微信群组是自然人 基于某种社会关系 通过网络组建的交流平台 微信群组的群组 群管理员 对群组成员 有自主选择权 对于入群 退群 移出群等行为 均系成员间自制行为 属于社会交往范畴 该行为未创设 或变更民事法律关系 该类行为产生的纠纷 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因此 一审法院认定 徐某被移出微信群组的行为 不属于人民法院 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驳回徐某的起诉 并无不大 北京四中院二审 驳回了徐某的上诉 维持原裁定 根据民法典第二条规定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 因此 不是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均归民法调整 情义行为和自制行为等行为 均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 无法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由社会交往规范来调整即可 对法院审判权的界限 进行合理划分 既是充分尊重社会自制空间的表现 也是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要求 北京四中院司法指出 本案中 燕某 郑某 作为群主 管理员 避免了群成员间矛盾进一步激化 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群组秩序 是履行群管理员职责的正确表现 该案在离行群组管理者相应管理行为 性质的基础上 确认了入群退群移出群解散群及相应管理等行为 军系成员间自制行为 属于社会交往范畴 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为网络社会的自制空间范围及审判权 进入网络社会生活的边界 划清了界限